樓頂揪樓下李明珊 邀您共賞小姐不惜地 我那天真的是打完羽毛球 然後約了教練 我姐去台北非常知名的 火鍋店吃飯 對 然後還點了一瓶酒 然後打爆了一大堆東西回家 然後回到家之後就覺得 吃得好開心 然後到了晚上之後 經紀人傳一個簡訊給我 是一張發票 然後下面寫說 老闆 好尷尬 我真的沒付錢 好尷尬 但是我一定會去付錢的 妳還沒付錢 還沒付錢 我就說 喂什麼什麼 姐這樣子那個 真是開玩笑 就說 我跟你說 開玩笑是要有限度的 他在我心中就是神 我說那就是不好意思 他就說 我覺得妳要道歉的人 不只有我耶 妳應該還要打去 跟那個當事人道歉 他老公 老公 對 我想說哪有這個必要 要不要剪輯那個錄影片段 然後在那邊登報什麼的 想說 好誇張喔 好的 好 我再跟我的耳垂 好 吃 你耳垂說什麼 他說可以進了 進哪裡 進現場 我們在直播 現在歡迎各位觀眾 對 對 哈囉 嗨 你看得到我嗎 是 歡迎現在所有觀眾 收看到是我們今天 是不惜地的 年度成親大會 那在這一年裡面 有非常多的 不管是藝人朋友 他們不管是因為在外表上面 還是他們曾經發言過的 任何一句話 造成了任何的誤解 今天他們都要一次說清楚 那今天我們來到現場 有非常多的記者 也守候多時 我們先把這個現場 交到我們的菲比記者身上 是 導播 菲比記者現在目前已經在 活動現場了 好 沒問題 可以進現場了 我現在問你問題 不好意思 請問你在沒問題什麼 而且 哪裡有導播 阿姨有耳垂吧 有 導播出什麼 他說現在 今天一定要把他們問的 就是 慌了 慌掉了 你真的 水落石出來了 落花流水是 水落石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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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記者嗎 請問一下 我問照義美 還是有些義美代言人 我問 現在的記者是這樣的程度 沒有 好 是 符合 OK 我們把現場再拿回來好不好 好 那在我們這個柵欄區裡面 有守候多時的藝人朋友們 他們急著要去澄清 那首先歡迎四位藝人 你們好 歡迎 大家好 菲姐好 嗨 聰哥 侯章銘大哥 不要再說你小氣的事了好嗎 真的嗎 這一定要講 這已經講了二十幾年 因為我被冤枉了很久 就是二十幾年 所以我才要澄清啊 不是 大家都已經知道 不是了嗎 沒有 大家知道不夠清楚 而且有很多人看到我 還是說 你這虐待你老婆耶 你怎麼自己都過得那麼好 你老婆過得那麼差 之類的 那先讓蟲蟲哥講好了 對 真的嗎 不是 因為聰明哥就是又 講我很長 然後是一樣的 對 我仕途不一樣 蟲蟲哥 我不知道 你有被冤枉什麼 今天我先打第一砲是不是 對 打第一砲 好 打快去 打響第一砲 打響第一砲 不要打太久 所以你很重要 你的故事要很精采 好 澄清的事情非常重要 好 歡迎蟲哥到我們這個 來了 你來了 哪裡 是 不是 我看得出來 太真了吧 蟲哥 你對於這件事情 不怕是嗎 還有閃關 是的 請問你是聯合報 你玩皮報的 還要翻皮 翻皮 還有九州刊的 來 是這樣子的 就 你有打算要把我問個落花流水嗎 對 我盡量講他一個水落石出 好不好 是這樣子 我盡量首先要跟各位媒體朋友 先歡迎各位的到來 今天天氣非常地涼 希望大家要注意保暖 這些都是不重要的話 我想今天最重要 我要澄清三個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我在公眾場合 講電話的時候 在朋友面前講電話的時候 我經常有一個習慣性就是這樣 拿著手機這樣 嗚著嘴巴 這很正常啊 你也是這樣子嗎 對啊 因為這樣聽也比較清楚啊 不是 可是我說 或者是你有些話 不想讓人家知道啊 我通常都是可以讓人家知道的 但是我就是覺得要 讓對方聽得比較清楚 之外是不要影響到周邊的人的 用餐 沒錯 對 對 彩花姐也覺得我在幹嘛幹嘛 康康哥也說 為什麼你又要在這旁邊 講不到話還要嗚著嘴巴 是不是見不得人 他們都覺得我是 很多藝人也看不下去喔 他們覺得要講的話 就直接這樣講 正大公民的這樣 對 但是我以前也是這樣 而且我講話聲音特別大 對 那個什麼 甚至用擴音 可是後來我有一次就是 是這樣子的 這個你們一定要幫我登出來 要幫我寫 就是說我有一次坐夜車 趕到台南要去 明天一大早要參加公祭 我已經朋友走了 已經心情很不好 然後上車好不容易 才能夠讓自己睡著 大概一點多快 兩點 台中還新竹上來一個女的 一上來大喇的 接到電話就是鈴聲 旁邊都醒了 喂 你怎麼現在打來 陳總 我跟你講 我要去台南 你都沒有來 你不是在台灣 你在哪裡 森森 你什麼時候回來 一路上問他 你什麼時候回來 那你再來有空來找我 我也會 我當然會以你的時間為主 看你什麼時候回來 全車都醒了 就他一個在那邊講 好沒品 超沒品 你知道 半夜兩點 然後我是整個人起來 火快大了 我想做一件事情你知道 因為他自通電話講 差不多半個多小時 太久了吧 半個多小時 對 然後你知道嗎 我是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手機搶快 全台灣全車都知道 你現在人在深圳 然後都覺得那個女的是 行業不單純 但是他整個人就是 沒有任何避諱的 沒有任何的道德操守 就直接這樣子講 都沒有問題要問 那感覺很不想聽 對 所以你真的是記者嗎 人家說 你只是什麼態度這樣 你真的耶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先問一下 我本來要認真問 是 Peggy 你請說 我要問 就有聽說妳有大爆料 害到別人的事情 來 從哥妳有什麼話 這件事情我要澄清一下 是這樣 各位就是某週刊有一天 就是一個風和日曆的清晨 我剛好在外面運動 結果就聽到經紀人 打電話來說 怎麼辦 你上週刊的封面 我說我能上什麼事情 還能上封面 然後一看到說是什麼 唐崇聖大嘴巴 害 對 然後 害誰 對 害XXX 跟XXX 婚約解決 誰啊 誰 誰啊 他 從哥去說 來 我現在要記載他會作用 我現在很負責任 我親主告訴你 這個男的 叫做A男 你是好 A男是誰 他有女朋友 誰啊 他因為 這個叫A女 A女有男 有沒有男朋友我不知道 就是事情的主角是說 我講A男跟這個A女 然後兩個人 就是說某演藝圈的正妹爆料 說唐榮勝 他在一個公開場合 聽到唐榮勝 大放絕詞的 跟大家講說 你知道嗎 那聽到在KTV我們好多藝人 我們唱歌 唱歌 唱一唱 大家要買單 要走了 結果 怎麼會說大家說 那個A男跟A女 怎麼不見了呢 結果結果結果來 就說唐榮勝說 我看到 我看到他們兩個人 在那個大包廂的角落 躲在那邊在 勇吻 勇吻 勇吻這樣 然後這個A男跟A女 我也不熟 我只知道 對 我只知道 因為演藝圈一定知道 所以你有參加這個派對嗎 我沒有參加這個派對 我也不認識這A男A女 但是很巧的是 我跟A男的女朋友 有拍過戲 我們也有聯絡的電話 我跟A女 後來當時的男朋友 也有在聯絡 有一起打球 我們是球友 然後更巧的是 這四個人是同一間公司 是一個模特兒公司 這我就不說 是哪一間模特兒公司 沒有 我不能講 因為這個 我跟你講這個媒體 雖然有爆出來 但我還是基於 這個我還是不能講 沒有 我還是要保守 但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莫名其妙的是說 我壓根不認識這兩個 A男A女 然後我跟他們的另一半熟 也沒有常通電話 然後那個局我也不知道 那個局我也沒參加 那怎麼會這樣子呢 結果他講說 那個演藝圈的漂亮的正妹爆料 我就隔了三天 我就PO一篇文說 尋人啟示 尋找演藝圈正妹什麼什麼 然後請你出來 那不然的話 你會有法律問題 對 結果一個禮拜也沒有嘛 那最後因為有一些困擾了 為什麼 就是說唐老聖的大嘴巴 那最重要是還害了人家說 A男跟他的女朋友 已經有拍了婚紗照 現在A女知道這個消息 因為我把這個事情 傳到整個演藝圈 它叫沸沸揚揚 整個演藝圈都知道這個事情 都知道我大嘴巴 然後他們兩個毀婚 你看你們也不知道 崇哥可是你今天戴墨鏡 戴成這樣是不是不敢面對 現場的所有觀眾朋友 那有什麼問題呢 我只是想說 今天大家都戴著墨鏡來 就希望說我們能夠 我們代表受害人的那一面 我覺得戴墨鏡 應該是那位計時吧 太驚訝了 他第一想到大家耶 你跟他講什麼的問題 都很驚訝耶 對啊 這樣很好一點 我真的回答 你有覺得有落花流水嗎 所以我一點聽不懂耶 所以你是說後來他們兩個 不是 後來 所以A男跟她的女朋友會婚 那A女呢 A女怎樣 A女後來跟她的男朋友在一起 新的男朋友在一起 對 你們收一下 對 上網就知道 我們懶得收音樂 好像滿無聊的 真的喔 會嗎 所以他們最後真的沒了嗎 他們後來也沒有在一起 但不是我影響的 那是 對 然後後來我就 雅公啦 我就直接提告 你告周刊還是告誰 我告周刊 他請他們交人 交正妹出來 我是告那個正妹嘛 那他們找不到 然後後來我的律師 就直接告周刊的社長 有告贏嗎 有告贏的 但不是告社長 社長當然就找到他們的 這個一個總編 總編就點罪了 對 那個是副總編 那可能他 不知道他怎麼安排的吧 對 那這個事情 就是後來就這樣結束 就是賠錢了事 然後有請他們要刊燈 但是燈我這個 道歉起事沒人看對不對 沒人看 而且是在裡面只有半夜 而且是在半夜燈的嘛 你知道 我是小嘴巴的 而且我是很不喜歡 影響別人 對 對啊 我只能講說 我的口風比我撇風還要緊 所以要澄清 你是一個很正直的人 絕對不會亂的爆料 我不會亂爆料 還有一個就是 我知道的八卦並不多 但是我 那你有知道八卦是不是 我當然也是會有一些 講一個 還有哪一個 你跟你講 對 不好意思 我們先暫停一下 幫我講 是 我幫我講 哪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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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 頭 本來他們 對啊 在一起這麼久了 對 所以後來 原來是李廢旭喔 還好你都講出來 對啊 我摸不出來 因為 這故事就突然間動了嗎 聽那麼久了 沒有 謝謝 大家可以 謝謝 不是 你第一 我們節目要讓你澄清 然後你又講一個 四 五年前的故事 然後大家一頭霧水 對啊 一人一女動 對 聽不懂 而且觀眾一定很想說 有誰啊 什麼 我知道紙包不住我 因此造成你們之間的尷尬嗎 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都打電話給另外一邊 就是給蔡主持跟陳志祥 他們都有說明說 我真的不認識 你們的 那當時的另一半 然後我也沒有參與這個局 有沒有這個局 我根本都不知道 我也沒有去傳這個話 所以他們都相信你了 對 那我也找不到 這個演藝圈的正妹 我覺得 當事者相信你就是很妙的 對 當然 對 所以以上 這個是我要 成親成功的 對 可以 消工 那可以 墨鏡你先戴 謝謝 謝謝媒體記的朋友 多謝 謝謝 謝謝台灣的朋友 謝謝 多謝 你累不累 好運 你們得打電話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恭喜 我們從哥怎麼握起來 你看陳青環你手好冰喔 不是 真的 他有沒有洗白成功 是要 不只是我們兩個來決定吧 是 應該是大家要覺得 相不相信他吧 來喔 我們各位記者朋友 身為記者們 你們相信他的話嗎 不相信 不相信 為什麼 我是說 曾經還要靠別人喔 不能靠自己 還靠別人 那個決定我們 我覺得剛剛講話 都含糊帶過 你說不講名字對不對 對 而且在講故事的時候 讓我們聽不懂 他就是想要就是 磨擬人口 我想講個成語 但講不出來 就是磨擬人口 對 預蓋名張 我後來已經有 澄清四個人的名字了 不是 因為我幫你講出來 對 不然請問另一段 真的是很難偶 不然你請問在講 我們這邊大家都說 到底還能講 你聽得懂 對 你聽得懂 我們都聽得懂 有念一頭霧水 怎麼會讓你當第一個 好不好 這樣算洗白成功嗎 洗白成功的話 我們要吃這個豬腳麵線 請問是下一位要洗白的嗎 怎麼也戴著墨鏡 不是 你 等一下 你這比較像被害人嘛 你要不要說 講那句話 就要說難嘛 戴什麼墨鏡啊 對啊 不是 他還戴 應該還戴口罩 謝謝媒體朋友好不好 謝謝 謝謝台灣的朋友 謝謝 謝謝聰哥 下一位要澄清 我覺得KIMIK老師 你有事要澄清嗎 因為我剛有點睡早 就這樣說 但墨鏡可以的 但墨鏡我也有點聽不見 你有沒有覺得 有一點耶 對 我真的有點重 然後這個時間有點好睡 涼涼的 因為我們是第一集 對 所以妳澄清的東西精彩嗎 都還滿大件的 應該一般人沒有辦法 走進那個場合 聽到這些話音 聽起來很厲害耶 都是會有 什麼做勞的行 這麼嚴重 所以就看到這個 法律問題啊 對 你當第二個囉 讓我們行行鬧好不好 好 心性嗎 我覺得應該會嚇到喔 會有一點 好 我來 來 老師 老師 KIMIK老師 能不能一個動作上 KIMIKO來了 KIMIKO KIMIKO 妳在幹嘛 沒有要先拍照嗎 沒有 不是要先拍照嗎 沒有 就直接反過來這樣 大家好 辛苦了 早安 KIMIKO對於這個事情 也好漂亮喔 謝謝KIMIKO 戴起來 好 其實說 請問到底這件事情 那個關係人 跟你之間造成影響 你有什麼話要說 對 可能要問一下他 因為我覺得 就 那個 這個節目的 製作人 沒有嗎 B2 B2 對 是Me2還B2 B2啊 B2 那B3也可以 B2 B2對你做了什麼 就我有收到那個 B2 跟我說 他說 我跟你沒事 但我跟你公司 一輩子都有事 B2本人說的 對 可是沒講 剛剛跟B2到那個 我的化妝間 然後我說KIMIKO 說什麼被封殺 他說 從來沒聽過這件事 我是在微博上 知道這件事情的 我也有點傻眼 就是你有沒有發現 我有一陣子就 我們滿常見面的嘛 然後後來就突然就沒有 妳是說之前康熙 對 康熙的時間 舞蹈比賽的時候 對 妳都會當評審 對 我也有一次問過說 為什麼KIMIKO老師 很久沒來當評審了 好像很久沒去了對不對 然後我忘了他們給我什麼答案 然後我也是後來 是因為好像我也到來 因為我覺得我這個也是 是一直都不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之前呢 就是是簽了一個經紀公司 我簽了十年 然後我跟那個負責人就是 我的經紀人 我是叫他姊姊 因為我們關係就很長嘛 那在這個期間呢 因為我覺得我以前就是 是也不太會跟人交際 我就覺得說 我要把自己的事情顧好 就跳舞就好 所以呢 通常我在外面 我也沒有什麼 跟大家接觸的機會 他們就跟我說 因為我看起來比較嚴肅一點 然後說老師妳就 不擅長溝通 不擅長講話 妳就不要跟人家就是 多講話 對 就不要 窗口我們都來當就好 我們會保護妳 然後我就覺得說 有人會保護我 我相信他 然後結果呢 是到了後面 就發現越來越奇怪 突然就聽到說 有一次我被大罵說 KIMIKO現在耍大牌 被誰罵 被幕後工作人員 然後剛好就有新聞說 我現在什麼 自比誰誰誰 然後一次 自比誰誰誰 就是 對 說什麼 因為 就我不知道突然出那個新聞 然後反正就是後續 就一系列 大家就說我會遲到 然後因為我以前是 我如果要教課 我就會說 因為會發通告嘛 我教課我就會說 那如果我時間會衝到的話 那我是不是就不要安排 因為學生 妳要對學生負責嘛 妳怎麼不能上課 上來上課學生說 不好意思 老師 今天要出去錄影 這是要突然請假 然後反正就是 這一些阿里夫達的事情 到後來呢 是不是因為 我跟這個經紀公司呢 有了一個很大的刑事糾紛 刑事糾紛 對 好 先跟大家稍微到來 因為這就是這個公司 開了一個A公司 佩慈 再開了一個B公司 過去 我看了一個B公司 你很... 我可以玩起來 佩慈 妳是不是想把照片拍好了而已 不是 因為我要看到他 我才是剛剛補充啊 佩慈 她的印象 快 妳讓主持人很累 對 我有 休息 好 沒事 那個你們手拿得很痠 要夾一下腋下喔 這樣那個背比較不痛 對 對不對 要這樣夾住 對 像夾毛巾一樣嗎 當然 我有媽媽手 我有媽媽肌肉 對 這我有辦法 對 好 反正就是呢 他就是開了A公司跟B公司 所以我在這十年間 我自己拿到的酬勞 都只有五分之一 他就是開了A公司 然後跟B公司簽約 然後B公司在跟我說 就是所有的 反正就是他 這個是什麼 背信啊 然後詐欺 等一下 他就是騙以前就對了 除了這個以外 然後他們就是 希望我在後面的幾年 你們有沒有看過 那個網絡網絡 不是有一個劇 就是他和他的故事 有... 對不對 就是那個時候 他們裡面有一句話 我真的是聽了大哭 因為那就是我那時候 合約快到期的時候 他就把我找去公司 然後他就這樣 當著我的面 跟我講這句話 哪一句話 他說 因為他說 你這十年內 就是你如果離開我 不會有人相信你 因為你所有的窗口都是我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 你是耍大牌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你很像洋蔥 就是你要一直流眼淚 你撥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一件事情 然後你就會再受傷一次 然後那一次才知道 好 這個事情就是 我也覺得那個女生 真的很委屈 因為又是另外一個大牌 跟我一起跳舞的女生 誰 永賢 我跟她一起跳舞 對 然後那一次就是 我們在前面的編排 大概都 我是到錄影的當天 我自己這邊聽到的說法 是因為我是錄影的當天凌晨 然後我就接到公司的執行電話說 老師你今天不用去了 他們說我這一集取消 然後我就 不是我們節目吧 對 是啊 康熙 康熙嗎 對 康熙 到五多年了 我練到凌晨兩點 因為我還有畫面 然後當時的製作人是B2 對啊 嗨 然後他 原因是什麼 不知道 我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那後來播出 是有李永賢的嗎 沒有 我們兩個就都沒有去 連李永賢也可以了 我不知道那集 到底有沒有播 其實我不知道 那集有沒有做都不知道 對 因為我只知道 我其實錄影我不太要問說 說我現場還有誰 所以妳跟李永賢是練什麼舞 我們練了一個超好看的 就是一個大概到 一樓那麼高的那個長階梯 然後我們要在上面跳 我們做超多高難度的動作 超新鮮 我們兩個呢 每一天都要搬去 因為舞蹈就是沒那麼高 所以我們兩個都要去搬去公園 所以妳們已經練了很多天了 通常練我是三次 我們那支舞大概練了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之後 他才跟妳說不要來 就錄影天天啊 錄影當天 當天 我們得到的消息是說 老師跟老師之間 因為什麼關係 不能同台 那都要錄影了耶 我們獲得這個消息 我們大家都會很生氣 我只記得這樣而已 所以有這件事嗎 不知道 所以是妳們經驗公司 在亂放話 對啊 那一定是 因為 不可能啦 我覺得應該很少有藝人會說 我絕對不跟誰同台吧 對啊 因為這個 這個話連說都不會說啊 因為太 就是 就是很自以為是啊 就是基本人不可能會說 妳有不跟誰同台嗎 對啊 妳有不跟誰 沒有啊 我好希望所有人 都可以跟他同台 那如果 賤女友呢 賤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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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講 就是說一直黏著妳的那個啊 一直很愛妳的 很愛妳的那個啊 誰啊 是誰 妳在節目中聊過喔 妳說就是妳的 纏人精壞妳受不了啦 不是說他纏人精 他只是 沒有 你就說他 妳想到妳的工作喔 是 就是妳在剪片的時候 他也要打給妳 妳在幹嘛呢 他就是 楊波誠 謝謝他 楊波誠 沒有 妳怎麼會 楊波誠 什麼話的啊 欸 什麼話的 配錢 然後擋住我的鏡頭了 什麼話的 所以怎麼樣 妳會願意跟那個 女生同台嗎 GD GD 要抬頭走路 你這樣很像GD耶 不用這樣子 你只要動作很奇怪就好 我會請我們公司做清楚 真的嗎 要知道你啊 不是這樣嗎 GD又跑那麼快嗎 他是這樣跑的 不是 不是這樣 也要選 腳尖要選頭 好 好 好 OK好 請回訓練 好 後來 反正那一陣子就是 我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新聞 然後我都會 我就會問他們 我說那怎麼辦 因為我的個性是 我會去享受說 那如果結束 我就會去跟人講 不用拍那麼多針 不用拍 留一點容量 辛苦 留一點容量 沒有停 對 她一直這樣 好像都一樣的角度 一樣的角度 不是 因為後面有兩個 一眼有放 對 會沒有容量 太子妳可以 休息一下 休息 或是 我跟你講 自己拍了 我們兩個 趕快 自己拍了 自己拍一下了 然後我再這樣 對 對 對 真的 原來這張不錯 最後知道的時候 反正這個結果就是 他也已經被判醒了 你們經理公司 對 這個是一個滿大的事情 可是在這個之後呢 我就覺得說 我好像遇到的事情 都會是麻煙燈 不好意思 你們還要不要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被寬主是吧 對 這個是還是會拍到你們 還是會喔 我以為會 你們還是 還是會有表情 不要發呆是這樣 因為攝影機水 就 就拍到 了解 又要下一次澄清 搭回來 對 下一次 我講快一點 還有另外一個就比較小 就是另外一個 請主持什麼都講清楚好不好 好 主持 主持就是 珍珠奶糖 怎麼了 事情的原因是這樣子的 就是我先生呢 他們學校就是會辦公演 然後那個時候呢 我就想說 那我就訂了那個 珍珠奶茶 然後去請大家喝 那因為我訂了一百杯嘛 這個量有點大 所以我那時候呢 就有問一下說 那有沒有人 因為可能他不想喝 有含糖的 然後有人要什麼的 我覺得我很多事情就是 會想要做太多 結果反而做了討人厭 就店家覺得一百杯 已經夠麻煩 妳還要在那邊 很多條件 很多要求是不是 沒有 從樣 這一百杯 就從樣一個要求 那是什麼要求 就是 什麼是混蒸洗豬 珍珠就是有 大珍珠跟小珍珠 放在同一杯 叫做混蒸 這個其實我也是 對 然後洗豬是什麼意思 就是過水 珍珠過水 因為珍珠它是 一鍋一鍋煮嘛 所以你過水一下 它就不會那麼甜 等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不是 而且珍珠有分大小喔 有啊 鍋爸 鍋爸 鍋爸就是大的珍珠 可是有人是不吃鍋爸 鍋爸就是大的 珍珠就是小的 你今天說我要珍珠 那就是小的 對 我那個時候在訂的時候 就因為 我訂的是這一家嘛 然後問了店員 然後像剛剛妳講的就是 因為這個數量 妳一定會先打電話預訂 不可能當天 對 那妳就預訂了 他們就說有 我們有這個服務 然後呢 我就是很 我自己也很天兵 就那一天送去 大家喝得很開心之後呢 我那個助理就跟我講說 我老是店家說謝謝妳 就是一次這樣的訂單 然後妳要不要PO我 妳就分享他們的這個 很好喝 於是我就在我的線洞PO 混真喜珠很好喝 我就想說 這就是一個分享 就這樣 然後結果大概在過了兩天之後 就突然延燒 好 但是這個其實裡面 有一件事情 我到目前為止 我都沒有公開對外說過 什麼 因為這個新聞事件 我簡單代過就是 它到後來就延燒 然後就變成是有網友 就是湧進超多網友 然後就有很多網友說 他們要一起來 就是他們要殺我 然後還要輪 要殺妳 要殺 因為混真喜珠 對 我其實後來就是 整個變成是 還有人在我的那個 每一個 那個只要我的PO文下面 全部都說 他要帶人來 輪 很嚴重的 就是說要輪 對 就是他會在這樣 是因為這個事件嗎 對 他就說 因為到後來就變成是好像 我去為難店員 然後我不付錢 就是差有超多的傳聞 意思是很多那種 就是那個 邊的 瞎邊的內容 對 然後不知道怎麼回事 就是這樣越滾越大 然後結果後來 當然也很謝謝 就是媒體朋友們 因為到後來其實 我又是一天早上突然 接到電話說 老師 那個人已經抓到了 我也還不知道 亂講話的那個人 對 因為後來只好去報警 因為他已經在公開的 每一個平台上面 全部都留這樣 因為妳是看到會很害怕 會很害怕 其實到這個事件的之後 我有收到一個訊息 就是是他說 他是好像有受訪 就是他說 老師 我是妳的粉絲 可是我覺得 我想講得比較嚴重 可是我不知道 他好像就說 KIMIK就是OK 他就是這樣 然後他又說 可是我覺得妳受得了 所以我就想這樣講 可是我不知道 原來這件事情 會造成這麼大的傷害 他主動跟妳盤承 他傳了資訊 但是我後來也覺得說 算了 因為我覺得 我們畢竟是工作人物 我如果再講這件事情 因為他也不是 他就是一般人 那以我講這個 他也會被傷害 所以我覺得就算了 那個時候後面的 大概一個月 還有很多飲料店 來問我要不要聯名 所以後面是好的效應 可是我後來 我就沒有答應 因為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搞不清楚那是什麼事情 就是我想說 所以混真喜豬 應該是不好的飲料吧 那不能聯名 因為大家這麼生氣 沒有 因為我覺得大家生氣 可能是後來有人造謠 說妳是傲客 說妳沒付錢 他們才會覺得妳在為難店員 可是其實這些事 都是沒有發生的嘛 沒有 因為我後來 我們也有PO發票 就是其實那個都 因為真的 這個量不可能當天你去 人家就可以做給你 他一定是先打電話 然後預訂 然後確認 妳知道嗎 我那天真的是打完羽毛球 然後約了教練 跟我姐去台北 非常知名的火鍋店吃飯 對 然後還點了一瓶酒 然後打爆了 一大堆東西回家 然後回到家之後就覺得 吃得好開心 然後到了晚上之後 我經紀人傳一個簡訊給我 是一張發票 然後下面寫說 老闆 你今天沒付錢就走了 好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那你 好尷尬喔 我真的沒付錢 好尷尬喔 但你怎麼走出去的 我剛剛他們也都不能 跟我要錢啊 他們覺得 有人會來幫你付錢 對 因為他們服務生很多 然後都很有禮貌 所以他們一定想說 一定會有一個人負責是 去付錢 就是不可能發生這種事 結果真的 真的沒有人要 所以真的沒付錢是你 對 但是我一定會去付錢的 你還沒付 沒有付 你還沒付啊 對 這多久啊 多久有一個禮拜了吧 上個禮拜二 但是姐 但是平常 平常出去你比較沒有再 真的去做付錢 沒有 每次都是我付錢 可是因為我 我都是等到他們說 不好 那你可能是忙得到貓啦 過了五天 這次 你們說應該是當天 那就是立刻要請助理或經紀人說 拜託你去幫我刷個卡 對 或者是線上其他 連結刷卡的 對 或者直接給他 還是會款而已 還是我們現場 換你到那邊 澄清 對啊 沒有澄清 這個知名 我們會念 我講要 就是如果要自己馬上處理 快 要吧 我問他親戚的人 他們可能有幫我會款喔 可是我覺得 這個真的是習慣問題 它不可能是故意的嘛 這不可能 每次續都很開心啊 對啊 我還有坐計程車 就是因為趕時間 那因為以前都叫Uber 那天叫不到 就攔計程車 一攔然後到了點 大概就一百五左右吧 我沒有付錢 開了門就衝了 我就走 因為趕著時間 對 結果後來司機追過來 當從事在裡面 好 對 我平 就後來就原本是 平常就給兩百 後來再加給一百 Uber有時候突然轉接的車 所以就被直接下車 對 KIMIKO老師的那個洗白有成功嗎 我覺得有啦 有嗎 有啦 因為B2也說 是因為穿過的問題 對不對 然後那個 穿真起初你也講了 你也複血什麼什麼的 對方也判刑啦 對啊 來 那個 豬腳面線 受害人 這個又壓盡 受害者 我們還有個位子慢慢享用喔 謝謝 謝謝KIMIKO老師 受害者你先到那個台上去 對啊 我覺得你比較自有 站在這裡耶 怎麼樣 製作人怎麼虐待你 你發生了什麼事 我很好 你去哪裡買的面線 你怎麼對你做了什麼 老闆很好 你不要 斷槍 現在誰比較那個 急著想發言 我都可以啊 但我就是要 猜拳好了啦 我要澄清的事情 你應該有想聽 超明哥的 我真的比較不想聽 真的假的 因為你就是 你又是跟 你怎麼這樣啊 又是跟你的老婆 然後要是小事 又是講不起異遍的 你怎麼會這麼樣的 鄙視夫妻中間的這種 不是 因為你講過很多遍 我有講過很多遍嗎 超多遍 是嗎 你一天到晚來我們節目耶 對啊 麗婷咧 怎麼 我覺得你今天沒講 都沒關係 真的講 怎麼 記者來了 大家好 我今天要澄清一次 就是說呢 我想要請問大家先 請問有壓痕嗎 還好 妳還好 沒有 一點點 我想要請問大家就是 我看 你是不是真的很難相處 對 沒有太快回答了吧 不是 妳看起來就是 很難相處耶 如果不笑的話 我看起來很 對 對 看起來很兇 然後不敢跟妳講話 然後就是很難清淨 妳鼻子好清淨 看妳吃飯吧 然後不敢開妳玩笑 對 因為就是真的受困擾多年 可是其實跟我很熟 妳就會發現 我根本就是指老虎 因為大家就會認為 我在家就是打老公 然後跟老公說什麼 老公都不敢含口 可是其實是 張志豐跟我說什麼 我不敢含口的 一般都是這樣子 對 都是怕老公 我真的是在家 跟在外面是不同人 然後我只是長得比較 有距離 但舉凡就是 那妳有試著想要改變 這個距離感嗎 有啊 就是像我們平常化妝 有時候會遇到一些 不認識的化妝師什麼的 然後他們就會傳言說 我是不噴膠的 就是頭髮不噴膠 就是因為很多年 是我頭髮瘦 頭皮受傷 所以我就對那個 那個聲音 我就會懸怕 所以有一個 妹妹就新來了 反正就是弄不弄妝 她說好 那這樣可以嗎 我說可以 謝謝 然後她就說那種 然後她就可能會亂想到 她就這樣看著我 我就說沒關係 沒關係 妳只噴一下 她說對不起 還是我們擦掉 所以噴兩下的話 妳就會抓公子 沒有噴兩下 我就會比如說滑手 一噴兩下 我就會站起來看著她說 我這樣跟妳說 這樣子 這樣跟妳說 我這樣跟妳說 這個感覺 沒有 我跟妳說要提醒她說 不要把我當蟑螂 就是不要這樣 這樣子 好 這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能不能 沒有 妳剛剛是 我真的是重點 重點沒從心到 我其實真的跟妳說 好 我舉一個 我很善良的例子可以吧 比方說 我們出去工作 然後比如說我都有 喜歡找的化妝師跟服裝師 對 我們要拍代言 是不是可以講說 我要這一位 這一位這樣 那他們就會 可能廠商就會說 那這樣可不可以 那個 稍微算優惠一點 那我就會生氣 因為我會覺得 那是他們的專業 不要因為有很多次的機會 而去殺他們的家 所以妳是在幫他們爭取 對 因為我就會跟他們說 妳們也不要因為我 而就說 因為是力挺合作很多年 那我就算 比如說九折八折 說不用 你們就看多少行情 就報多少 因為沒有你們 今天這個也成就不了 所以我就是很不喜歡 他們去 就是 少領錢這件事情 對咧 這就是我很善良 可是那個妹妹還是 妹妹還是怕妳啊 然後反正就是 因為多年前 真的約莫應該有八年以上 就在露營的現場 就是有一個 女藝人 就也不是什麼 好 女藝人 等一下我吃一下跟妳講 這真的不能講 好 反正就是因為她 她做了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 真的在對待工作人員 跟任何旁邊的人 都要和善 不然真的會 風評很差 很不好 因為我們在綜藝節目上 其實我就是一個 很愛開玩笑的人 然後就會講話比較直一對 反正她就是說 她的先生很帥什麼的 那因為我們那時候是比 就是那個螢幕上 有很多韓星 那時候很紅的那些韓星 那我就只是接了一句話說 哪裡像啊 這樣子 這還好啊 就是說拿來自信 覺得自己的先生跟他很像 可是這就是節目效果 對啊 因為每個人都說 好像 好像 好像那不是很無聊 對啊 然後她那句話之後 她就臉很臭 那因為她坐我前面 然後就想說 怎麼好像氣氛不太對 結果錄完之後呢 我果然沒猜錯 就是停了 大家不是猜麥什麼的 她就把那個麥 甩在椅子上說 現場 現場 怎麼尷尬 其他人咧都在耶 主持人就是走出棚 快要走出棚聽到 有人這樣捶他門 還轉身看一下這樣 然後我還在她後面 我想說 是 想你嗎 是三五的氣嗎 怎麼了這樣 誰有這個膽子呢 很突然 就是很突然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了 她是前輩嗎 前輩嗎 還是給你同輩 還是她的年紀比較大 年紀比較大 對 也沒多大 可是她就是比我早出現 好 然後她就是 那個棚 那個棚非常大 所以她就是穿高跟鞋 要走到另一頭 去換平底鞋 她就鞋都用甩的 然後助理就去 撿她的鞋子回來 然後就一路地罵 罵妳嗎 對 以為妳是誰啊 年輕人在那邊講話 口無遮攔 我想說 我也真的就不過是說 有句哪裡像啊 然後她就說我這樣子 妳有跟她道歉還是什麼嗎 我就是真的非常的 妳現在還會去掃墓嗎 沒練 走啦 草大概這麼 走啦 草大概這麼高 沒有 我就覺得 她一定就是在說我 然後我非常確定的 第二個點是 下一場會有來賓來 然後他們坐電梯上來 其中有一個是我的好朋友 然後另一個也是 常遇到的通告藝人這樣 然後我就打電話問他們 他說 剛剛是什麼事情 為什麼他一路罵到 三樓罵到一樓 可是其實我真的沒有怎麼樣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那應該要跟他 道歉 對 講一下說 我真的沒有那個意思 然後我就 經由一些關係打電話給他 他就不接我電話 我 然後我打了三天 打三天 對 我就是覺得 我這個 在這個行業 我一定要做到這件事情 不然我會睡不著 就不管他是 小輩還大輩都一樣 然後終於他就接了 我就說 喂 什麼什麼 姐這樣子 那個 真是開玩笑 就說 我跟你說喔 你這樣說他怎麼可以呢 我就說 沒有 因為 就是 好對不起 知道是誰 幾個字老 怎麼那麼虧一點 大家都在開玩笑 為什麼 我心裡OS 就是這些旁邊的人 都在這樣講 每一個人都有講 為什麼你只針對我 因為我就是長得比較 臉臭 對 然後真的講話比較直 然後效果比較足 所以他就只怪我 我說那就是不好意思 他就說 我覺得 他老公 對 我想說哪有這個必要 要不要剪輯那個 錄影片段 然後在那邊 登報什麼的 我想說 好誇張喔 我說好 那還是說 太兒在妳旁邊嘛 可不可以幫我那個 對 沒有 妳要自己做這件事情 怎麼還會我轉介呢 這點禮貌都不懂 會啊 會嚴重 我不會講到這樣 他還給妳他老公的電話喔 沒有 他就覺得 我應該要自己去找出來啊 想辦法找到這個人 他我就真的覺得 什麼跟什麼嘛 有點小小的 不知道 不知所措 所以妳後來打了沒 有沒有找到他老公的電話 就整個電話講完之後 他很可能發現 我是真的沒有那個惡意 我說其實 不管是不是妳 就算今天坐在前面 比如說是小孩子姐 在這種 開這種玩笑 我也還是會說 因為我們是為了節目效果 就是當下那個點 這樣講就會好笑嘛 只是為了這樣而已 那妳們之後有在遇過嗎 後來真的比較少 但是還是偶爾 但後來也就比較 沒有在演藝圈的 來跟我講一下 那妳真的不能說 我可以說 你不能像剛剛那樣喔 不會啦 因為剛剛那個是 剛剛那個是已經 大字報都寫出來了好不好 周刊永報 希望 好 知道喔 合理嗎 很合理 非常合理 真的喔 這樣搞得我們更癢耶 對啊 沒有 所以從那個事情之後 我就覺得 就是 世界上真的有這麼奇怪的人 對 所以我之後就特別注重 因為我看起來 真的會讓人家誤會 所以像上次上級來 壞學生 我因為效果就是 罵了妳矮冬瓜 不是 最後 立刻道歉 對 我就說不好意思 然後我就說 做效果幹嘛道歉什麼什麼 因為一般藝人 都知道這種事情啊 對 不是每個人都像妳 是不是這樣嗎 妳不是想這樣嗎 妳可以講嗎 什麼 電機罵 罵到一樓 好 到車上 不要 開玩笑的 沒有 沒有 沒有罵 沒有 沒有 好痛喔 我會當真 妳不要這樣 沒人啦 沒有 真嘛 那這樣我有洗白成功嗎 其實我真的人很好相處 有成功啦 快點那個當事者 謝謝 那個 受害人 豬腳面線 好 好 謝謝 好 收工 不好意思 因為已經六十分了 我就差不多 這是什麼的 什麼 等一下 大家讓我看一下 她的故事有哪些 我一點都不小心 我跟你講 那是正在 再來還下面往下 還有沒有 我不是不孝子 家人過世 不一定要哭哭啼啼啼 這什麼啊 可是第一個 第一個故事是 跟乃哥有畢伏 不是 不是啦 不是啦 你跟乃哥有牛肉 不是 不是 你幹嘛講出來 好 讓你講乃哥這個故事 來 憲哥 你講那麼大聲幹嘛 使能講乃哥這個 不是 人家人名不適 都是要留給我自己 偷偷的 我跟你講是誰 這樣子嗎 沒有 我們大字不好寫出來 真的 原來你跟乃哥不合喔 記者咧 記者 不是啦 記事休息 不是啦 超重要 你們現在已經要發稿了 我還沒進來 我是在那邊講心酸的喔 時間到了啦 還是解稿了 還是說剛剛說跟乃哥有畢伏 記者不知道要來這邊 還是去那邊 其實B2全缺是 發你來罰站的 B2 不差錢啊 B2我們可不可以 單拍他講這個故事 然後我們先收工 單拍 可以啦 這樣太心酸了啦 可以啦 快一點啦 好 倒閉 等了一個小時 等到這一半 你說你快一點 那個 有一天呢 我們去路 竟然都講得很明了 但是他不是惡意啦 就是各位 先看一下我的頭髮 假片 髮片 髮片 妳認為是髮片 髮片 髮片嗎 髮片 撕下來 還是警令假髮 那就 奇怪 你眉毛也是霧的啊 眉毛是霧的 沒錯啊 所以你頭髮一定是假片呢 髮片啦 髮片 沒有 因為我去 我去路 衝衝衝的時候 然後乃一個一過來 第一眼看到就說 幹嘛啊 這個年紀還在中這種形象 假髮拿掉 我假髮 抓乃一個 我這是真髮 你少來的 不是 一定 要不然就只有髮片 你拿掉 我說沒有 是真的 然後我叫乃一個 我抓到他手過來 然後 扯 是真髮 呈現完畢 好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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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 謝謝 好弱 我告訴你 這樣還要不然 謝謝 她要不要回京 六十分 她要關回監牢吧 這樣 關回監牢吧 這樣半天還沒有唸 豬腳唸炫 快唸了 什麼都聊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布希蒂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